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北京高层会谈 这次是希拉里任内最后一次访华 他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 双方对南海争议 叙利亚 伊朗和朝鲜等问题都各持己见 互不相让 中国不同阵营媒体也在希拉里访华问题上互相枪火 团报抨击党报 别拿爱国当生意来做 学者指出 中美分歧是中共政权和美国政府价值观方面的差异造成的 并不代表中美人民之间存在分歧 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与希拉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南海争议只牵涉直接影响的国家 直接提出反对美国介入的基调 中方并要求美方重新考虑亚洲政策 美国官员指出 北京倾向与其他国家一对一解决争议 而希拉里表示 当中国国力健强 影响力跨越国界时 美方希望中国是负责的国际领袖 协助解决问题 防止冲突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指出 中美双方的分歧是因为双方的价值观等根本性的分歧 只要中共的政治体制不改变 或者中共的思路不改变 这个分歧是不会消除的 因为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对人权的一个态度 那么这个显然美国和中国的分歧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美国历来是强调最极定的普世价值 第二个分歧是南海争端 杜延林说 美国不可能放弃对亚太地区安全的承诺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希拉里访华期间 抨击他是深度强化中美护仪的人 报道说 美国的最大战略利益是维护世界霸权 对中国崛起进行限制 而中国青年报发表 媒体别拿爱国当生意做的文章 中青报不点名地批评环球时报等媒体 针对美国采取斗争性词汇 背后的对抗性心态显而易见 杜延林指出 中青报和环球时报之间的论战 体现出目前中共意识形态的分裂 现在中共政权内部明确的有两派 一派是比较务实的 面对国际 比较承认这个持价值的 就是说比较实际的一种理念 就是说温家宝作为中央的这一派的代表 那么另一派就是非常顽固的 从媒体的表现来说 最典型的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是中国强硬派或者民族主义 或者是左派的一个舆论阵地 他们历来是宣扬什么崇敏法则 帝国主义亡武之心不死 这种没有论的 杜延林说 中共喉舌媒体用愚民手段 调动民间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目的是掩盖国内矛盾 把真实的国际现状和真实的历史掩盖下去 以所谓的爱国主义作为维持政权的手段 但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 中共体制内或者媒体上也有一些理智的声音 中国青年报就代表了这种声音 而北京独立制片人朱日昆认为 所谓中美之间的分歧是政府方面的分歧 因为中共政府的态度并不代表 中国普通民众的立场 即使领土也好 其他方面这种问题 它本来是可以有很多办法去处理的 它不一定是赤所非的 是一个争议的一个问题 当它成为一个争议问题的话 是因为它在其他方面 有没法解决的那种矛盾 比如政治啊 在对人权啊等等各方面 几天前希拉里在出席 南太平洋岛国论台时表示 南太平洋足够辽阔 可以容下美国和中国共存 28年前 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在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 书面采访时也曾说过 宽阔的太平洋两岸 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中国青年报文章说 两人的两句话 从言说方式到核心内容高度一致 说明中美两国的决策层 在达成根本共识方面有了新的推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镧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